搜神祭卷十一只葛座除妖法 层参感应千里 周畅人正感天 三国时代 吴国人葛座出任了衡阳郡太守 衡阳郡境内 有个大木筏横在河里 能够兴妖作怪 百姓就在河边给着木筏建立了慈庙 如果乘船经过的行人屡客祭死他 木筏就沉下去 否则木筏就浮到水面 而船就会被他撞破 捅坏 葛座即将离任时 便准备好了许多斧子 要亲自除去这个未获百姓的累赘 他表示 第二天就要前去砍坏那木筏 结果 当天夜里 人们听见河里相当热闹 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 人们前往围观 发现这木筏已经被移走了 沿着河水向下漂流了几里的 停留在宽敞的河湾里 从此 路过这里的人不再遭遇沉船 帆船之类的祸患 衡阳郡的百姓就为葛座立了快杯 碑文写道 凭借正派的德行祈祷消除灾祸 神奇的木筏为此移走 曾餐跟随孔子出游到了楚国 忽然感到异常的心跳 于是 他就辞别了孔子 回家询问母亲 母亲说我思念你了 所以咬了自己的手指 孔子说曾餐的孝心 让他的精神能够感应到万里之外 周畅天性仁爱慈善 年轻时 他就极其孝顺 一个人和母亲居住 每次他出门在外时 要是母亲想叫他回来 常常只需要咬一下他自己的手 周畅就会感觉到手痛 马上就动身回来 指中俊的从事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就专门等周畅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让他母亲咬手 周畅果然马上回家了 汉安帝元初二年 周畅担任了首都洛阳城的主官河南寅 那一年夏天 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人们祈祷了很久下雨 却都没有笑宴 周畅把洛阳城旁边 成千上万流浪汉的尸体骸骨收敛起来 全部埋葬了 给他们建造了公墓 天上便立刻降下了暴雨